事实上呢,国内总共有欠税3000多亿 其中个人的欠税大户是黄任忠的儿子黄若谷 他击欠了30亿元的税 但是国库却只收到5000多元 今天财政部就遭到立委炮轰 根本追税不力 财政部统计全国欠税总金额高达3000多亿 占了全部税收4% 其中个人排行榜的第一名就是黄任忠的儿子黄若谷 欠31亿 我们只收到多少钱呢 只收到5417块 就没有 你说查到他名项都没有财产 当然全部脱光了 在机关方面台北市政府是欠税第一名多达566亿 高雄市第二名346亿 台北县政府74亿 立委炮轰 不管是在个人还是机关 财政部根本查税不力 数字是很大 大概将近3000亿的欠税 那这个是五年 应该管收应该放在最前面 你的公告名字啦 就跟他沟通啦 或者禁管啦 其实都没有管收来的效果好 每100元税收中就有4元是欠税 商界文人张秀正 陈永豪 以及真正人 也都是榜上有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